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睇2月3号的晚间新闻 今年是大年初一 先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看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本地方面 多伦多公车局已经决定投票 削减41条巴士路线的行车班次 此举预计可以折省400万家元 用于增加其他乘客较多的班次 多伦多公车局原计划减少48条线路的班次 但是在征询很多乘客和市民的意见之后 将削减班次的线路减少到41条 这41条线路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晚上10点之后停洗 星期日和节日的服务则被取消 新的行车时间表将于今年的5月8号起实施 另外由于多伦多市议会已经提议省府将公车服务列为必要的服务 工会负责人Bob Kenia今天早上召开新闻发布会 表示如果省府延迟审议这项议案 工会将会真心诚意地参与新一轮的合约谈判 工制服务一旦被列为必要的服务 工制局员工将无权展开罢工 但是省府必须在延游的合约到期日 即是3月31号之前提出这一项法案 WOW TV 孽恩报道 皮尔区警方证实 有6名家行的息怨 因为涉嫌虚假申报医疗福利而被检控 警方不排除会有更多涉案人士被检控 被检控的6名家行职员 面对多项和欺诈有关的罪名 这6人都在皮尔信国际机场内工作 家行公司发现有职员不尋常地申领医疗福利 在觉得有可疑的情况下报警 要求警方介入调查 警方发言人指 有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加拿大航空运输安全局决定 放宽对旅客上机时 随身携带物品的限制 联邦运输部长今天 在压泰华的机场举行新闻发布会 表示本国的机场保安系统 是全球最可靠、最安全的 政府会努力保持这个记录 根据新规定 乘客登机时 可以携带逐距不足6厘米的工具 以及刀片长刀不足6厘米的剪刀 当局还会开设两条 被常常坐飞机的乘客使用的遵用通道 另外机场将会集中力量 检查和防范包装物等 更危险的安全威胁 预计新规定全面实施之后 机场的保安效率可以提高三成 加拿大广播电视电讯委员会 CRTC早前颁布新规定 对小型网络供应商实施流量限制 意味着很多选择小型网络供应商 提供的无流量限制 网络服务的市民 今后的月费将按照下载量 联邦工业部长金礼文今天表态 要求CRTC撤回这项规定 否则联邦政府将会介入 很多小型网络供应商 遭用贝尔公司提供的上网服务 然后以折扣价 分销给消费者或商家 之前小型供应商 一直提供无流量限制的网络服务 并收取固订阅费 但是加拿大广播电视电讯委员会 CRTC近日接受贝尔公司的要求 对这些小型网络供应商实施流量限制 贝尔公司说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过度上网 对致网络服务击涌 加拿大广播电视电讯委员会的新规定 意味着小型网络供应商 不能再提供无限量上网的月费计划 用互助案下载量来付钱 为此消费者提出强烈抗议 说这样会对致网络服务月费上升 不利于互联网服务的竞争 今早早联邦工业部长要求CRTC 设备有关规定的讲话之后 非党派组织openmedia.ca表示欢迎 该组织已经在网上 提出反对案流量收费的请愿书 目前有超过35万7千人 在请愿书上签名 卑士省的白植雪梟狗 惨租屠杀事件的当事人Robert Fawcett 和相关公司日前发表声明指 这些被杀的雪梟狗里面 有一半是因为年老、生病 或不适合被收养才被人道毁灭 卑士省白植雪梟犬 集体遭到屠杀的事件 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份声明即是试图回应事件中的一些疑问 声明中说 去年的4月Fawcett曾告知 租用这些雪梟犬的户外冒险旅游公司 他估计有大约50只雪梟犬 需要被人道毁灭 因为这些雪梟犬生来就喜欢跑动 如果不可以跑 被困在笼里面 就没有生存的意义 声明中还说 当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安排领养这些狗 但是并不成功 目前黄家骑警和卑士省外户动物协会 正分别就逃狗事件展开调查 卑士省长也已经任命省议员 出任专案组组长调查事件 以及检讨雪梟旅游业的监管制度 WOW TV 叶恩报道 国际方面的新闻 先是有关埃及的局势 埃及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 今天进入到第十日 在首都开落 反对和支持总统穆巴拉克的两派示威人士 再次爆发冲突 同时示威者实现要在明天 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要求总统穆巴拉克立即落台 另外据埃及国家电视台的报道 埃及副总统今天证实 穆巴拉克的儿子贾麦勒 不会在下届大选中 各族总统一职 目击者指 最新的冲突是由街头打斗开始 其后扩大至解放广场 涉及的人数数以千计 据报道 当地时间3日早上支持政府和反政府的抗议者 在首都开落爆发了枪战 埃及士兵站在支持和反政府抗议者的中间 使用坦克将两派分割开 另外埃及新任总理沙菲克 今天公开为开落市中心2号发生的暴力冲突道歉 并且承诺将会展开调查 但他否认政府参与发动了穆巴拉克的支持者 据悉在以后的冲突中 一共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 超过800人受伤 另外根据联合国今天公布的数字 埃及各地连日来的示威 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 已经造成大约300个人死亡 旺TV 叶恩报道 埃及的紧张局势 不单只造成当地示威民众大量伤亡 示威双方爆发的冲突 还波及到在开落采访的几名外国记者 在埃及首都开落 报道反政府示威事件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著名记者和主播 Anderson Cooper 两名美联社记者 一名比利时记者 和其他若干记者 先后遭到穆巴拉克支持者的围攻 幸好没有人受重伤 另外 加拿大CBC 发与全新闻网络的一名摄影师 以及环球有报的记者 曾经一度被军事情报人员拘捕 但是最终被安全释放 无国界记者指 有人故用暴徒这样做 以保住穆巴拉克的总统地位 传媒权利组织也说 这次是精心策划的恐吓活动 而位于维亚纳的国际新闻协会 就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记者遭到攻击一事 并表示 无论是埃及本地记者 还是外国记者 他们都是为社会大众的利益 而采访示威活动 或者是冲突事件的新闻 国际新闻协会 敦促有关封面要自我克制 也对有关埃及安全单位 可能涉及攻击记者的传闻 表达关切 今天 在也门首都萨那 反对和支持总统萨利克的民众 上街参加集会 两万多名反对总统萨利克的示威者 在萨那大学附近举行抗议集会 要求总统萨利克下台 示威者高举写有反对细集 不要贫穷饥饿和腐败的标语 参加集会 与此同时 超过两万五千名亲政府的示威者 在萨那的解放广场集会 表示支持总统萨利克政权 反对混乱与暴动 鉴于示威的压力 有门总统萨利克昨天宣布 不再经逐下届总统 而他的儿子也不会接班 萨利克总统的任期 到2013年戒满 目前有门人口有2,300万人 其中一半人的生活 都在贫穷线以下 今天凌晨 巨峰雅斯在澳洲东北部 昆士兰州登陆 强风掀起巨浪 损毁建筑物和公共设施 组成大范围停电 虽然狂风暴雨 造成不少经济损失 幸好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 巨峰雅斯最高风速 达到每小时290公里 大风吹起屋顶 将大树连根拔起 造成17万户居民停电 气场学家表示 这场巨峰 堪称是澳洲近百年来 遭遇的最强劲巨峰 威力甚至超过2005年 肆虐美国南部的卡特里纳巨峰 雅斯的登陆 为昆士兰州大部分地区 带来严重暴雨 当地气仲台警告说 雅斯可能造成昆士兰州 众多地区再次遭遇严重洪灾 在雅斯登陆之前 昆士兰当局 已经紧急疏散了7万5千人 目前接过1万人 被安置在20个应急避难所 当地驻军 也都已经投入救灾 气仲部门说 虽然雅斯在今天 已经由5级降为4级 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破坏力 可能危及生命 而在明天 内陆一些城镇 甚至亦有可能受到影响 联合国粮农组织 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1月份的食品价格指数 持续第二个月创下新高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 是衡量穀物 食用油 奶类製品 肉类和糖类等 越到价格变动情况 该指数曾经在2010年12月 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突破2008年6月食品危机期间 创下的高位 量农组织警告 食品价格还有可能转一步攀升 并对全球气候状况表示担忧 由于黑海地区 澳洲 阿根廷等地 发生灾害性天气 再加上之前北非 中东国家发生的骚乱 推动需求高涨 令能食价格 攀升至多年来的高位 当地时间3号早上7点钟左右 日本新年岳火山第9次爆发 在宫崎苑高丁 约有1200名居民 已经被疏散到临时避难所 频密的火山活动 导致火山周边5个城市 2个镇 200多处的玻璃震碎 更伤及人速 据日本传媒报道 新年岳火山会持续爆发 灾害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 一旦下雨 火山灰将会形成毁灭性更大的泥石楼 威胁更多地区 那帮你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中港台的新闻 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在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 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产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10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佑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恭喜发财 我是Home Life 新历来地产公司的Henry 在新的一年 我们将更好地为您服务 并且在这里 祝各位观众在新的一年里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财源滚滚 步步高升 恭喜发财 我是Ken Fox VMACPIO 17 我是Tatsi Lung 在新的一年里面 恭喜大家身体健康 财源滚滚 步步高升 万事成义 谢谢大家 Frankie Kitchen 是由牛头米炸作 总代理大风国际 恭喜发财 VIO TV 何年特备节目 为地呈献 宋府营肚 何新岁 如意吉祥 过好年 星期四 大年初一 晚上巴士 幸福广东 垂直新闻 大行动 星期五 年初二 晚上八点 丁皇何年特輯 丁皇何岁 欢乐耶 星期六 年初三 二零一一年 广东民间春晚 华尔TV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与异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回第四个晚间新闻 接着是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香港方面 在香港新界 不少地方都保留了传统的 贺年习族 很有节日气氛 有市民 专程到大埔临村 抛补蝶许圆 今年临村 仍旧有许圆池 给市民祈福 你又订 我又订 一次不成功 再试 终于成功了 新的一年 人人都希望愿望成真 大埔临村 许圆树 最受欢迎 警察也要实施 人潮管制 传统许圆树 在05年 因为断支 由一棵塑胶许圆树取代 真橙就变成胶橙 不过一样开心 有不少市民 也会选择在 临村天后庙祈福 到处人头涌涌 除了订宝碟 到临村 也都可以选择 买一份传统的宝碟 写上新年愿望 祈求心想事成 除了许圆树 临村今年又搞搞新意思 增设了一个许圆池 市民可以在许圆灯上 写上愿望祈福 而由年初九起 一年七日 许圆广场会举办 第一届香港许圆节 届时将会有 抛宝碟大赛 WOW TV 叶恩报导 忘录一年 农历新年 是难得机会 和家人朋友聚首一堂 在香港元朗的围村 有村民按传统 食盆菜迎新年 虽然香港法例 归管联方炮掌 五围村的村民仍然按照传统 他们表示 过年点炮掌才够气氛 宋府迎套 当然要有省私助阵 连小朋友都要和省私拍照 财神都 不过不是派钱 而是派糖果 一样代表着新春的祝福 近千名的吴家村村民 大年初一一起食盆菜 这个习俗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透过食盆菜 团结成村人 整整齐齐迎接新年 每逢农历新年 食千人盆菜宴 都是元朗吴家村 一年一度的盛事 今年摆了足足138位 不少村民都全家路友 来到这里 互相拜年以及食盆菜 慶祝大年初一的来临 WOW TV 叶恩报导 兔年首位在香港出生的BB 零时零分 在浸会医院出生 父母都是内地人 希望儿子能健康快乐成长 一位嘴仔不停地动的BB 在团年大年初一 零时零分抢杂出生 同大家拜年 体重6.4磅的BB 是李生李太太的第一胎 生了一个兔子 同样熟兔的李太很开心 而李生亦都准备充足 迎接这只兔子回家 迎接兔BB的诞生 兴奋的不仅是父母 其实他出生 都估计他应该是会过了零时 但是根本就没有想过 今晚真的零时零分 所以那些姑娘都很 就是他们都比较激动 昨晚在这里 大家倒数 十秒倒数 外面我家人还以为 为什么医院都会在这里倒数 他不知道 就是说是帮个BB在这里倒数 李生李太太打算帮BB改名为日朗 希望BB可以每日开朗地生活 迟些还打算生弟弟妹妹来陪她 WOW TV 叶恩报道 今年香港的年宵市场旺丁又旺财 华院年宵市场更首次延长开放时间 直到早上8点钟 香港食环署表示 会研究延长开放时间的安排 看看明年是否会扩展全港年宵市场 香港维羽的年宵摊档 大年初一早早8点才收牢 清晨仍然人头涌涌 有市民赶去掃美货 也有档主发完新年财 忙着执拾货品 有卖年花的档主表示 今年的市道好 加上延长开放时间 生意不错 香港食环署表示 会研究是否延长年宵开放的时间 扩展至全港花市 稍后会咨询区议会的意见 年宵结束之后 维园剩下大批垃圾 延长开放时间 缩短工人清理的时间 食环署家派人手清理 由以往的150人增至190人 至于黄国花去的年宵市场 热闹不信维园 由中学生自制兔年桃花 之前卖完要再加货 年宵未完也都差不多受兴 不少当主表示 今年的新年气氛浓 市民也都被往年阔却 WOW TV 叶恩报道 近期 香港再发生的士 华尔入了中石化的汽油死火的事件 其实港府在去年 曾经成立专责小组调查 结果证实 中石化的石油漆 不会影响汽车性能 但是就解释不到 为什么会出现杂质 有专家指 厌时没有法例规管 车用石油漆的品质 导致质素参差 去年有千几架 今年又有百几架的士 出现加气候的死火问题 分分钟成为马路上的计时炸弹 基电署去年成立专责小组 调查千几架的士加气候死火的问题 报告指 中石化的石油漆不会影响汽车性能 死火可能和个别的的士性能有关 如今再有的士怀疑因为同一个问题死火 令到业界质疑报告的真确性 参与调查的专家小组成员表示 现时的法例只有规管柴油以及汽油的品质 唯独是车用的石油漆就没有法例规管 标准只是靠供应商自己定立 难以释除的士业界的疑虑 他又表示 入口石油漆的供应商 自己定立的品质标准相当低 而港府只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标准来监定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建议港府应该尽快立法规管车用石油漆的品质 就不达标问题加入佛质 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WOW TV 叶恩报道 澳门方面 澳门举行大型的武龙武士活动 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围观 近年澳门自导暢旺 入境游客人数大增 多间赌场亦在新一年宣布加薪大约百分之五 为员工送上新年礼物 炮粥一升除教税 在澳门著名的景点大三巴牌坊 过百人舞动的金龙 在省私的座庆之下向市民拜年 沿途围观的小朋友看得最开心 当然不少得是拍照留念 澳门旅游局局长 联同其他官员 在议事亭前向市民和旅客派例示 澳门旅游局表示 过去一年 入境的旅客达到2,500万人次 比前一年上升近一成半 是澳门回归以来最高 在1999年增长达到三倍多 WOW TV已边报导 再看看世界其他国地 华人迎新年的消息 在欧洲和美洲的多个国家 华人华侨最首一堂 看春晚食团年饭 共度新年佳节 随即之夜 意大利南部古城 拿不勒斯的地标建筑 鸡蛋城堡 笼罩着亮丽温暖的中国雄 当晚拿不勒斯还举行了大型烟花表演 庆祝中国的春节 阿根廷首都布尔诺斯艾利斯 最古老的火车站 雷蒂罗车站 也披上了富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节日彩装 春联 年华 灯笼等中国文化符号 令到来来往往的旅客着迷 西班牙华人华侨2号在马德里街头 上演了一场声势豪大的彩装游行 宽度2011年兔年春节 今次是西班牙桥街连续第二年 在马德里市中心举办彩装游行活动 当地时间2号 美国纽约地标胜建筑帝国大厦 举行了点灯仪式 帝国大厦景观灯 当晚正式变成红黄红三层双色彩灯 以庆祝中国农力兔年的到来 WOW TV 叶恩报道 台湾方面 大年初一上乡祈福求好运 是台湾过春节的传统习族 台湾各地民众纷纷上乡 祈求在肚年行好运 感应渔家文化 亦成为台湾新兴的春节文化活动 3号是大年初一 台湾的龙山寺 天后宫 奉天宫等寺庙 都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上乡民众 在台北龙山寺 行天宫早晨不到7点钟 就已经香火鼎盛 人头涌涌 寺庙外还排起了一场长的队伍 等待领取象征吉祥的福袋 无论是老人家还是年轻人 个个都祈福 肚年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大年初一 一项新的文化活动 瑜伽文化体验 亦都在台北孔庙登场 活动吸引了很多民众前往 不少家长带着小孩一起学习表演雅乐舞 以及瑜伽礼仪 很多民众表示 学习中华传统的文化很有必要 WOW TV 叶恩报导 今天我们的千秋雪震 待会有体育和天气消息 智能手机由九个九号九起 就约干条片限制 长程整到More Wireless More Wireless 罗泽子特举代理 Natural Creations Salon 亲切态度 高品质服务 Northyoke酒店 647-349-8880 中休奔店 905-882-6363 恭喜发财 我们是仁川馆 Intern House 在新的一年 我们将更好的为您服务 并且在这里 仅代表仁川馆 祝各位观众 在新的一年里 各家欢乐 财源滚滚 步步高升 赴年快乐 恭喜发财 WOW TV 何年特备节目 为你呈现 宋府营兔 何新岁 如意吉祥 过好年 星期四 大年初一 晚上巴士 幸福广东 除准新闻大行动 星期五 年初二 晚上八点 丁皇 何年特辑 丁皇 何岁 欢乐爷 星期六 年初三 2011年 广东民间春晚 WOW TV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与意 西班牙国王杯准决赛第二回合 巴塞隆拿作客出战艾美尼亚 由艾迪安劳先不投筹 提亚哥艾简达拿扩大比分 再加上阿费里的入球 感上天花 巴塞隆拿最后以3比0 完成艾美尼亚 以总比分8比0 晋级决赛 将会对阵皇家马德里 巴塞隆拿在35分钟取得零先 艾迪安劳扭过帕里兰路之后 突入禁区射向远角入网 这个亦是他加盟巴塞之后 第一个入球 第56分钟巴塞隆拿扩大比分 丹尼以右路传终 无人看管的提亚哥艾简达拿 扣除弓门 扣过门将飞入左上角 巴塞隆拿在第66分钟锁定升局 基达右路回传 阿费里接应起脚射门 射入远角 以3比0圆场 巴塞隆拿就以总比分8比0 淘汰艾美尼亚 另外一场准决赛的赛事 皇家马得利主场迎战西维尔 皇马不断错失机会 最后由奥斯尔在关键时刻打破疆局 再加上艾迪巴约 在保时时锁定升局 皇马最后以2比0击败西维尔 以总比分3比0进级决赛 皇马一直要打到第82分钟才打开记录 奥斯尔单刀扭过茶位华拉斯 之后射入空门 去到第85分钟 莎智友山齊斯 拿到第二张王牌离场 去到第94分钟 莎斯迪阿拉右路传终 艾迪巴约身后控波抽蛇破网 皇马以2比0原唱 总比分3比0淘汰西维尔 中位决赛对战巴塞龙下 接着是塔多伦多的天气 以前室外温度是零下8度 吹每小时25公里的西南风 加上风涂效应 大家会有零下16度的感觉 去塔多伦多未来明日的天气预测 接着是本国 那是城市明天的天气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人会养兔子作为宠物 在北京有民众更加会买兔子 当是礼物送给朋友 有宠物店的负责人就表示 新年前生意比评的急升 不过就提醒民众 不要因为认识而互乱自养兔子 踏入兔年 当然不少得主角活潑可爱的兔子 如果以为所有兔子耳朵都是树起身 这只兔子就告诉你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不要看它生得好像一只山羊仔 其实它也是兔子来的 这一只又怎样呢 耳朵似乎短了点 有专门出售兔子的宠物店表示 近年在北京 这些原产自不同国家 不同品种的宠物套越来越流行 部分的价钱高达几千元人民币一只 照样大受欢迎 农历新年之前 生意比平时更加好 基本上会比平常要多五倍以上 然后像我们北京市场的供应 可能都不太够 除了买兔子做宠物 宠物店表示 也都若有五分一的客人 是买兔子来做礼物 送给朋友或者是小孩 店主提醒 让兔子千万不要一时冲动 因为他们平均寿命大约有十岁 所以卖给客人之前 都会告诉他们要好好照顾兔子 如果有的顾客过来比较看上去 不是很靠谱的 就打他当一个玩具的话 我可能是不会卖给他的 他又表示 确实接过不少客人 因为种种理由遗弃兔子 他们会为这些被主人遗弃的兔子 安排领养 寻找新的家 WOW TV 热音报导 今天晚间新闻报导完毕 多谢大家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